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使用我们这支逆龄小安瓶之前 我们一定要先使用我们逆龄六件套的这支爽肤水 用完爽肤水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这支逆龄小安瓶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使用的 这样子我们打开 然后拿出一滴 滴到我的手掌心 为什么要滴到手掌心呢 因为我们的安瓶里面含有活性成分 活性成分在温度高的时候 它会完全的释放出来 而我们的手心的温度通常都是比较高的 贴饰二 我还会使用这支小安瓶第二遍 第二遍是怎么使用呢 还是一样把它滴到我的手掌心 然后呢我会把它点在我的有皱纹的部位 比如说额头纹 眼角纹 还有我的法令纹 我们再做一个按摩的动作 一直到它完全吸收 因为这里面的活性成分 它可以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增长 有非常非常好的去皱效果 贴饰三 我们在使用这支小安瓶的时候呢 大家要记得哦 这个低管尽量不要让它碰到你的肌肤 或者是任何外界的物质 因为我们的这个安瓶呢 它里面是没有防腐剂的 所以呢 当我们如果碰到了我们的肌肤 就会有细菌 带回我们的这个精华 我们的安瓶 这样子会影响我们的效果 大家要记得哦 我祝愿大家都会因为这款产品重返青春 让年龄成为秘密 让美丽成为永恒